越南人最喜欢中国的什么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山 我现在在越南的首都河内啊 今天想拍一个话题叫做 越南人最喜欢中国的什么 大家都知道这个越南是中国的邻国 中国可以说在越南有强大的影响力啊 越南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啊 我也在越南待了有三个多月了啊 以前也来过越南 从我接触的越南人 我多多少少讲一下这个 越南人最喜欢中国的几个方面啊 先讲第一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美景啊 美景 中国的美景可以说是吸引越南人的第一个特点啊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嘛 这个风景名声非常多呀 每个城啊 每个县呀 很多很多风景名声啊 我看这个越南女孩啊 还有越南人一说到中国啊 他们都特别希望去中国旅游啊 什么看雪呀 越南没有雪啊 所以说很喜欢看雪啊 像那么哈尔滨那个最近特别火啊 也吸引了很多越南人啊 他们都很喜欢看雪 很想看雪 但是他们又没见过雪啊 所以说中国美景对越南有强大的吸引力啊 而且 很多越南人还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那个红单的那个叫 凤凰 凤凰古城 特别多的人喜欢那边 有一次我刷这个越南的TikTok 就是越南斗鱼啊 我刷到中国美景 我发现我去中国美景这么漂亮 我作为中国人都被中国美景吸引了 他们用那种专业相机啊 就是拍出来的这个景色啊 特别美 特别美 像重庆啊 都拍出那种 拍出那种纽约旧金山的感觉啊 把中国拍得极其的美啊 所以说这个中国美景啊 对越南有强大的吸引力啊 第二个就是美食啊 除了美景之外就是美食啦 中国美食丰富啊 在世界上也是 也是独树一帜啊 中国那个 各种菜都有啊 各种小吃啊 也丰富多彩啊 现在越南的美食啊 都是模仿的中国啊 但是模仿的还不是很到位啊 因为中国这个调料啊 日新月异啊 所以说很多这个菜品啊 加上调料 像我们不会做饭 就做的特别好吃啊 像越南这边 调料就没有那么丰富啊 做出来的饭 不是那么好吃啊 虽然从表面看 这个越南菜也不错 但是吃起来和中国菜就不一样啊 而且中国小吃也丰富多彩啊 这一点不用质疑啊 第三就是中国的这个电视剧和歌曲啊 我把电视剧和歌曲放到一起了哈 电视剧 中国的电视剧在越南可以说是 有强大的影响力啊 那个越南啊 以前主要是看中国的电视剧为主啊 这几年越南发展起来了啊 也还陆续拍这个影视剧了啊 在以前他们拍的影视剧少嘛 这个技术差 所以说以中国影视剧为主啊 嗯 他们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个中国的言情剧和这个古装剧 尤其是古装剧 有些那个古装啊 中国古装大家都知道拍的非常华丽啊 那么宫情剧啊 拍的那那穿着啊 那就是华丽那就是那个特别的漂亮啊 所以说越南人喜欢看 文化也相通啊 所以说他们很喜欢中国的影视剧啊 第二就是这个就是歌曲啊 歌曲在越南也是有强大的影响力啊 嗯 在中国流行的歌曲啊 过了几年之后啊 在越南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我遇到很多中国男的啊 他们看到中国人 如果他看到你嬉皮笑脸 兴高采烈的 他们肯定是告诉你 他说嗯 中国歌曲好听好听好听 你知道这个公爵 这个歌曲怎么唱吗 他们是就是特别喜欢中国的歌曲啊 第四就是明星了啊 明星 其实越南年轻人啊 非常喜欢中国的明星啊 很多那个 很多女孩啊 还喜欢中国的帅哥 嗯 像那个什么 反正很多帅哥 什么蔡徐坤啊 那些乱七八糟的帅哥 他们都喜欢 有的帅哥我都不认识 他们都认识 非常非常痴迷啊 那些女明星啊 那漂亮的女明星啊 他们也非常喜欢啊 可以说中国明星在越南非常 非常这个受欢迎 第五就是安全啊 这个中国是很安全 这些年至少是非常安全的啊 嗯 中国对犯罪打击力度比较强啊 嗯 也非常及时 所以说 这一点这个越南很很像 向往中国这种安全自由啊 第六也是最后一个方面就是 中国男人对女性特别尊重啊 这一点我要重点强调一下 其实在越南啊 男女比例并不失调啊 大概是一比一的比例啊 女人很多 所以说女人多的话 她就会男人对女孩不太尊重啊 在越南这个女性 我所看到的都是主要劳动力啊 大家到饭店啊 这个服务行业看一下啊 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女人在工作 有一次我路过那个菜市场 像菜市场那种批发 批发那蔬菜干嘛的 都是女的 女的骑着摩托车在批发 真的很辛苦 说实在话 说实在话 女性地位没有那么高 没有中国那么高啊 中国女性地位在世界上都是属于最高的了啊 在这边在越南这边 女性是要劳动的啊 而且劳动强度要 要略大于越南男性啊 所以说很多越南女性啊 羡慕中国这个中国人啊 羡慕中国女人啊 他们也会认为中国男人比较温柔啊 这六个方面 是我所看到的啊 越南人最羡慕中国的地方啊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方面 但是目前我是发现了这些 还有什么的话 大家可以踊跃的评论一下 说出来啊 谢谢大家